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一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今年的東京電玩展已經火熱的展開啦 有機會再整理一下新的電玩展的資訊給你們喔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又有什麼遊戲賞死吧 熱血大作戰是一款熱血烏一頭的放置RPG 玩家降伴一位穿越著男子 還不小心啟動了神秘系統 只要通過收集別人的讚美 就可以提升機動登機 而一開始進入遊戲我們只可以砍樹 在砍樹之後就可以得到木頭 這些是可以用來建設房子的重要資源 當我們完成了招募所的房子 就可以第一次的轉蛋了 遊戲的戰鬥施放之類型 玩家安排武將上陣之後 他們就會自動的戰鬥 也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而且在戰鬥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可以不用理他的 是可以直接跳回到層內繼續做任務 戰鬥結束會直接獲得獎勵 而且遊戲的任務也會有忽損換獎 其實也蠻方便的 每一次完成任務都會有寶箱 我們得到的寶箱就會開箱 也有機會獲得武將 而遊戲中有很多地方都蠻有趣的 像是遇到有愛心的民眾 他們就會舉著寶箱 急著要送給你 而玩家可以收集多樣的三國人物 組成有趣又無理特隊伍 《魔形少女》是由首款模型為主題的 3D手機遊戲 採用了PVR工藝3D渲染技術 呈現寫實材質與光影的3D效果 還原真實模型的質感與細節 為玩家帶來360度無死角的模型遊玩體驗 而故事敘述了模型們覺醒之後 悄悄的在現實世界中探險 但是邪惡模型組織的出現 打破了這份瓶頸 讓模型們被迫與主人分離的故事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即時戰鬥 兩邊各可以上場多位角色 開始之後就會自動的戰鬥 玩家只需要透過點擊頭像 就可以使用每位角色的專屬技能 也有模型專屬的大招動畫 讓戰鬥策略性立體化清晰呈現 另外在安排角色的時候也很重要 像是鹽田河江 他的技能就是以直線攻擊 可以安排多位角色在投影陣線上 也能一次的攻擊全部敵人 另外每個模型少女 也有專屬的出場場牌 同一個場牌角色 也會有加成的效果 航海王壯志雄星 是一款熱門動畫 航海王的3D格鬥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由玩家能夠公開發 結合了角色扮演與冒險元素 讓玩家能夠體驗 草帽孩子團的冒險旅程 戰鬥部分則是採用橫向玩法 人物在參鬥的時候 真的非常悠暢 戰鬥也很有趣 每個角色一開始可以使用三種技能 技能的部分是需要CD時間 在冷卻之後就能再次使用 第三個技能就是右上角 這個則是必殺技 需要累積一定的能量才能使用 能量累積的方式 每個角色也都會不同 除此之外 也會有特殊的奧義 需要達成某一種條件才會突然出現 這時候就可以使用 也會有特殊的動畫去做展現 一般的角色在戰鬥 也會用夥伴系統 夥伴份是可以出場一小段時間幫忙攻擊 不過每一場會有次數的限制 另外也會有特殊的裝備 是可以拿來打造 這是一個特殊的攻擊手段 是可以拿來階段的一個小手段 非常好用 而後期還有更多的玩法 像是冒險或是三對三競技場 都真的非常有趣 而遊戲的畫面風格 忠實於原作 還有劇情也增加了遊戲的沉浸感 包含了動畫的運鏡 還有人物的語音都是原音重現 真的讓玩家可以融入在其中 放置極鼓RPG太鼓三國志在本週上市 遊戲的玩法就是開寶箱類型 以音樂節奏為核心 名將齊居一堂 隨著古典的節拍緊隔熱舞 而玩家可以透過敲擊太鼓 就可以得到一些能力普通的武將 而這些武將還會有職業 總共有六大職業 軍師、狐偉、主攻、先鋒、攻守、戰將 每個角色也都有他的位置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也會有特殊的被動技能 而戰鬥的部分就是放置類型 開始之後就要設計自動戰鬥 也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如果打不過就繼續開寶箱打太鼓 完成任務就可以再繼續重關了 魔魔大冒險是一款簡單趣味的放置WG 玩家將扮演魔魔老大 乘坐同往時空的飛船 開創新的紀元 遊戲玩法就是放置類型 一開始就會一直的持續戰鬥 玩家可以透過金錢 就可以來提升自己的攻擊力還有血量 當等級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開始裝備 玩家可以透過轉彈就可以取得多樣的裝備 而這些裝備也是可以強化能力 同時也能夠改變你遊戲中的人物外觀 另外也會有多樣的技能 透過等級的提升就可以解鎖技能的數量 之後就可以輕鬆的擊敗BOSS 遊戲整體八峰還算蠻可愛的 超次元大俠是一款塔防遊戲 玩家將派的大俠來守護這個世界 而遊戲玩法就是放置了塔防RPG 一開始只要擊敗敵人就會有經驗值 每提升一個等級就可以增加一個能力 而在遊戲中 共有飛劍術、玩劍爵、火球術、寒冰掌、天道神類等等的技能 當等級提升就會解鎖這些技能 而自己也可以去打配看看哪一個比較適合自己 也可以蒐集多樣的裝備 並且強化他們來提升攻擊力 比較特色的地方就是遊戲中還有人物可以選擇 每個人物都會有不同的加強方向 就可以利用主角的能力來搭配技能 也會有示範功倍的效果 電視動畫Bridge 四身 首款椅子遊戲 Bridge Soul Fuzzle在本週上市 遊戲是一款簡單又猖獎的椅子遊戲 動漫中的角色偶像化身 迷你尺寸的手機遊戲登場 玩家只要連接三個箱頭圖示就能進行消除 就能悠閒輕鬆的享受遊戲 除此之外再完成四個香蕭的方塊 還會有代表動漫的人物招式與技能 而在遊戲中 Hair就會將兩個特殊的技能 相連在一起 Hair就會觸發合體的技能 而另外也會有普言的商店可以購買道具 當玩家得到更多的水晶 就能召喚動漫中的人物 加入隊伍中一起作戰 算是一款輕鬆小品的遊戲 北南iCo旗下忍者對戰動作遊戲 火影忍者終極風暴 在本週蘋果和Google Play Store 正式上市 可惜遊戲是買端置 價錢為330元 遊戲是終極風暴系列中 手管透過手機遊戲形式推出 並且經過最佳化的操縱性 可以讓玩家更輕鬆的隨時隨地進行遊玩 採用了3D的戰鬥場景 玩家可以自由移動 並使用各種技能與人數 配合連擊還有特殊技能來擊敗對手 融合了華麗的動畫效果 以及流暢的戰鬥系統 讓玩家可以操作多位角色進行戰鬥 而在遊戲設計的部分 以簡單易懂的控制方式 讓新手也可以快速的掌握技巧 涵蓋了動畫還有漫畫的劇情 玩家可以體驗原作中重要的故事情節 甚至還可以進行一些獨特的任務與挑戰 七日世界是由Star Wars Studio開發的 開放世界生存遊戲 遊戲採用了怪談類文學 以及新怪談文化現象的設定 在遊戲的故事背景中 一場突如其來的浩劫 改變了整個星球的一切 包含所有的動植物 以及人類的生命體等等 都被外來神秘物質 新陳入侵 玩家將在這個亂世中 深入研究新陳的真相 找出他們從何而來 一開始有男生女生可以選擇 也會有超多的外觀可以設定 而戰鬥的部分就是3D的動作設計類型 遊戲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在位置異常以及難以量計的 機變體 而且戰鬥外法方面非常豐富 在戰鬥中我們可以使用近戰武器 也會有普通攻擊還有蓄力攻擊 也可以使用遠程的攻擊手段 除此之外 也會有一些很怪談類型的攻擊手段 在前期過完任務之後 就可以進行生存建造與探索 就可以在野外收集物資 建造房屋 一開始我們可以先設定自己的據點 不過周遭是不可以有其他的玩家 之後就可以再組件武器道具等等 也可以設計自己的載具 騎著他探索世界 後期更可以與朋友們聯手歸抗可怕的敵人 揭開秘密陰謀 爭奪資源並建立自己的領地 曾經只是人類的你 現在你有能力重塑世界 我的武將塔塔開是一款塔防三國遊戲 玩家將進入黑白世界 透過你手上的畫筆來保衛世界 一開始進入遊戲只會有玩家一人 玩家可以移動人物來做攻擊 攻擊的速度還有效果 會因為吃到道具變得更加快速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召喚武將 玩家可以透過完成任務獲得召喚道具 最多可以組成六人小隊 而每個角色都會有防禦輔助輸出等不同類型 在完成關卡或者是其他特殊BOSS就可以得到快點包裹 這些包裹有點像是寶箱的概念 打開它們就可以獲得金錢支援 運氣好一點的話還可以得到其他的武將 而玩家可以透過支援來強化你的武將 後期各有多元的副本可以遊玩 配取數位一樂代理的3D角色扮演手機遊戲 少女前線2 追放正式開啟了實際登入 遊戲接續了少女前線的世界觀 各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崩塌輻射污染 而玩家將扮演指揮官的賞金獵人 搭上基地車艾姆號 並帶領戰術人星小隊 穿越於污染區之中 在接取並完成委託任務的同時 迎擊接連而來的敵人 全新東方美學MMLRG新作 《諸神節影機》近期宣布了實現登入 新正式開跑 也特別邀請了謝忻擔任遊戲的代言人 與其他遊戲的職業設定不同 加入了專屬的雙型態職業影機 而職業共擁有兩個型態 讓玩家一次就可以體驗 兩種職業的趣味與魅力 與Enterpress共同開發的遊戲 近期公開了遊戲介紹與評論影片 而遊戲是曾經製作 《勇者鬥歐龍X Online》的 《Blast Edge Game》負責開發 遊戲是一款服飾視視角的耳敵動作RPG 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一個 陰魔女與人類戰爭耳狂飛的世界 玩家將扮演白髮少女哈伊克 踏上尋找作為母女母親的旅程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秀吧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幫助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不定遊戲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